为再给对方继续抢辞的机会 李穗九准备施行自己的收轨计划 于是 直接看向楚中白说道 楚中白 你既已没了恶念 便不该再逗留此地 我这有一个去处 你可愿去 敢问怀锦 若去了那里 可还能继续侍奉母亲 楚中白马上问道 李穗九想了想 钟馗的原话是重聚无鬼于坐下 若楚中白针进了风魔谷 便是跟着钟馗去学习捉鬼降妖法术的 而这红葫芦既然能将楚中白带到风魔谷 自然也可以再将楚中白送出来 便点了点头 可以 好 我愿去 楚中白没有追问是何去处 显然心里是真的被感化了 李穗九终于笑了 此举既成全了楚中白的孝心 又能让自己获得神通 这是真正的双赢 自然不再多等 直接将红葫芦的塞子打开 说道 进来 啊 楚中白愣了一下 看向李穗九腰间的葫芦 如何进 心里想着进 便可以进 李穗九回道 好 楚中白不已有他 开始在心里想着 钻入到葫芦中去 而随着他的念想升起 身上竟然出现一种淡淡的白色光芒 这些光芒缭绕在他的身上 如同一颗颗星辰般 点点闪烁 光滑流转 如今正是黑夜 这光芒自然是极为要目 原本便以嘖嘖称奇的众人瞬间发现了楚中白的异样 一个个皆是张大了嘴巴 楚中白的身上 有 有光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快看 他的样子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不止是众才子不解 季青竹同样是瞪大了凤幕 因为 他能明显地感觉出来 楚中白的身上已经在没了恶鬼的气息 现在的楚中白身上透露的是一种祥和平静 样貌也完全恢复了原样 双目明亮 脸色红润如常人 而接着 楚中白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不见了 楚中白去了哪儿 他不是入不了轮回吗 为何会突然不见 风魔谷内 山谷幽静空灵 翠目白雾浮于半空 楚中白凭空出现在山谷前 听着谷内传来的溪水流淌 一时间不知自己身处何地 这是什么地方 半空中 一张巨大的人脸于白雾中浮现 正是李遂久已一时与风魔谷连接时的表现 他自是可以将一时化身出来 与楚中白在风魔谷内相见 但那样一来 便又多了一些客套 如今的他正在变难文会现场 不想搞虚拟耽搁时间 便只是在半空中观看 以这种形式指引楚中白找到终回即可 于是 他缓缓开口 这便是你将来要居住的地方 你且往前行走 楚中白猛地抬头 看向白雾中那张巨大的脸庞 一时间震惊无比 可是 却并未多言 只是点了点头向着谷内走去 带道进到谷内 楚中白就看到了谷中蜿蜒的小道 还有一座座巨大的石屋 每间石屋的屋顶都铺盖着金色的瓦块 通体则是用庞大的石块和插天的石柱构成 又雕有不同的云纹和浮雕 散发出庄严而古老的气息 打开第一间石屋 好 楚中白一眼走到第一间石屋前 将石屋的门推开 带道进入石屋中 便看到一个身材极为魁梧高大的男人 红袍官服 腰细玉带 头戴黑色官帽 衣脸黑色扎虚 抱头还眼 面若金童 只是 这个男人长得实在太过凶恶了一些 楚中白有些被吓到 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 直到男人转过身来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你是何人 我 我是楚中白 银华俯秀才 来此作甚 是怀锦 让我来此 李岁九吗 对 他为何让你来此 他说让我以后就待在此处 见到男人与李岁九相识 楚中白心里终于平静了下来 马上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最后言道 自己想继续侍奉母亲 故而来此 终回听到这里 想了想后 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不错 你既有孝心 又心存良善 那便留在此地 与我修习法术吧 修习法术 楚中白一经 随即大喜 立即拜下 拜见师父 看完这一幕的李岁九 心里也为楚中白感觉到欣慰 只是 这中回竟然不信他 还要亲自审问一番 着实让人伤心 不过 他本来也没有随便找鬼凑数的意思 毕竟 收入的无鬼都会在他的 动天 内 以后很可能也用得上 如今无鬼中是凑上了衣鬼 不知会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这样一想 一时便从动天中出来 再次回到现实 李岁九感受了一下身体的变化 果然 立即就有一股强大而莫名的力量自动天内涌出 如同奔流的河流一样 涌入到他的经脉与血液之中 改造着他的身体 温暖 舒畅 这就是传说中 挂逼 的快乐吧 几乎是一瞬间 鬼神之体 已成 李岁九很高兴 心情很愉悦 只是 他隐隐觉得周围似乎过于寂静了些 在看四周 就发现所有人的目光正紧紧地盯在自己的身上 一双双眼睛里巨势写满了震惊与不敢置信 咋了 正疑惑间 就听到一声惊呼响起 楚中白真成了故事里的四毒目龙君啦 依旧是那位不喜茶 知喜故事的书生 而随着这一声惊呼 其他人意都是反应了过来 奇闻 天下奇闻啊 是啊 这楚中白已中了水芒草的毒 自是不可入轮回的 可他却突然于眼前消失 这若不是得了机缘 还能做和解 没错了 是李岁九的故事感化了楚中白 让他由恶转善 顿入到了另一方世界 成了那四毒目龙君 众人都是大声地叫喊着 激动而兴奋 李岁九 我儿真的成了四毒目龙君吗 太好了 我儿成了四毒目龙君了 我儿成了那四毒目龙君了啊 蔡氏同样叫了起来 脸上显得极为喜悦 恩公 是恩公救了我儿 拖出那水芒鬼的控制 我楚家必敢恩公大德 季青竹则是不断地晃动着脑袋 这件事显然是有些过分离奇 可是 他又确实听到李岁九说 要带楚中白去一个去处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明其中真相 但无论如何 楚中白确实是消失不见了 而且 在消失之前 身上还散发出璀璨的白光 这都是他亲眼所见 于是 千万种疑惑 便只能归成一句话李怀锦 真其才也 不出意外 这件事情明日将传遍全城 不 不仅是全城了 一片 水芒草 赶化了不入轮回的楚中白 甚至还助其成为了四毒目龙君 此等其事 整个大县都要被震动吧 喵屋 黑猫使劲地用身子 蹭着李岁九的小腿 李岁九看了一眼脚下的黑猫 又看了一眼面前喜极而泣的菜式 嘴唇动了动 终是未做辩解 只是道了一声 伯母 快请起来吧 是楚中白心中存着善念 这才有了福报 并非完全是我的功劳 啊 一声淒厉的叫声 在这时响起 紫月下 如烟的脸上突然流露出悲痛 凭什么 凭什么他楚中白就能得到机缘 我亦是被人毒害的啊 嗯 李岁九一经 如烟说他亦是被人毒害 是人毒害了他 难道 他并不是这银华府内水芒草的源头吗